新闻一开始要带你来看到中和区的景和礼 在周末是举办了颁发奖学金的活动 希望能够给国中国小的学生们一点鼓励 在学业上呢是更加的进步 而这一笔奖学金是里长和环保志工 累积了支收成果来回馈给里内的学生 相当的不简单 小朋友开心的接下奖学金和奖状 这里是中和区景和礼的奖学金颁奖典礼 里长林静明举办三届以来 人数越来越多 今年成长就比往年人数多了三分之一 鼓励小朋友们用功读书的奖学金来源 都是礼上环保资源回收点点滴滴所换来的爱心 区长陈熙辉很钦佩这些景和礼有爱的志工 更希望这样的典范能够推广到其他礼上 从这个环保生态上面做这些回收金的部分 提供我们这些学童 让他们能分发向上努力向上学这样子 那这个是非常不简单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分钱当中都是我们的环保志工 他们要累积起来的 而且这些钱他们并没有把它用在说 这个可能去旅游欢乐当中 反而是提供给我们小朋友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那未来当然我们也期待说 我们综合区其他课里的话 也可以像这种方式来学习 同时新世博有线电视回馈零礼也尽棉薄之力 里长林静明相当感谢 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今年第三届 我们颁发的奖励金都是每年都在成长 今年又成长了差不多三人之一以上 刚才那个陈局长也跟我们这样子很感谢 很鼓励我们景和里环保志工 因为我们环保志工每次做的 都是在为里内做资源回收 做资源回收说真的味道不好 环境也不好 但是我们把这个收到来的奖励金 就是都用在我们里内 奖励我们的小朋友 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还有一些中低收入户 这次也很感谢我们新世博有些公司 有来帮忙我们奖励过一些赞助奖励金 我们这次也非常的感谢 景和里资源回收在每个月第一周 以及第三周整理 因为回收量多工作量也因此相当大 70多名资收队志工努力整理 也才有今天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 我们就做这个资源回收 比较辛苦的就是说 因为大家蛮踊跃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量也很多 一天要弄好几车出去 所以我们动员了 我们就动员我们的资工 就我们的环保资工 大家参与 资源回收以后 就回归这些资金 我们就拿来回归这个低收入户 还有这个成绩优良的学资 每位家长都兴奋的为小朋友们 记录下这珍贵的一课 奖学金钱多钱少不是重点 而是孩子们接收到这份荣耀 而更愿意努力上学 才是锦和理志工们最大的愿望 中家新北新闻 综合采访报道